Hello,大家好,我是Kevin,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要和您分享十组表里不一的英文表达哦 OK,第一个 注意下这里当然不是这个意思 这里的意思实际上是指严厉的惩罚违反规则的人 那为什么要用书来进行比喻 而不是其他的东西呢 一般的规则或是条文是一条一条写在书上的 我听说这个法官重叛了那位小偷 我们说着同一个语言吗 这里当然不是 注意下这个表达一般以身为某人有相同的爱好或是想法 For example,Jack and Lily speak the same language on almost everything Jack和Lily几乎在所有事情上的想法都是一样的哦 第三个 What's cooking 你是在问我煮什么吗 当然不是 注意下这个表达类似于What's up和What's going on 它其实是一个招呼语 For example What's cooking? Do you guys want to hang out tonight? 怎么样,大家今天晚上要不要吹吹嗨? OK,number four I'm good 不用了 注意下这个短语有表示很好的意思 如果往后延伸的话就会变成说 我这样子很好,不用了 比如说我们在go的时候 出销员一般会向你做一些介绍 如果这个时候你say no就会很直接 我们可以说I'm good来进行委婉的拒绝 For example Do you want more fries? 你还要多一些薯条吗? No, I'm good 不用了,没有关系哦 第五个 Knock it out 把它敲击下来吗? 这里其实跟敲打是没有关系的 注意下这个片语一般是表示 让某人停止做一件令人厌烦或是讨厌的事情 比如说 Knock it out I'm trying to get some sleep 别闹了 我想要睡觉 Number six Wearing two hats 什么样的人会一次戴两个帽子呢? 应该是没有的 在上个世界的英国帽子是身份的象征 人们可以通过一个人的帽子来看出他的身份或是地位 因此 Wearing two hats 这个片语 引申为 一个人有两份工作或是身兼二职 For example Ever since Tom's wife passed by He has been wearing two hats as both a father and a mother 自从Tom的妻子去世之后 他就在家身兼二职 既是父亲 也是母亲 第七个 Sweet tooth 甜的牙齿吗? 牙齿其实是没有甜咸之分的 注意下 Sweet tooth 其实是表示爱吃甜食的人 如果你下次去看牙医 牙医可能会问你 Are you a sweet tooth? 你是一个甜食爱好者吗? 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在那边 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回答哦 Number eight Get alive 从字面上来看是说得到一个生命 那这样会不会觉得很奇怪 其实life还有表示生活的意思 所以get alive是说去过自己的生活 一般我们可以用在 比如说对一些浪费时间 或者说五十四十的人说这句话 For example Get alive Stop wasting your time 找点正题试做吧 不要每天都在浪费时间哦 OK Next one Walk someone's tail off 是某人工作到尾巴都掉了吗? 那其实不是的 Walk someone's tail off 是指某人非常努力的工作 或者我们也可以说 Walk someone's ass off 但这样的表达似乎会比较粗俗一点 For example She walked her tail off to pay for the tuition fee 她为了赚取学费 要非常努力的工作哦 OK The last one In good hands 被可靠的人照顾 For example Doctor Ling is the best in our town You are in good hands with her 林医生是我们这里最好的医生 你会被他照顾得很好的 好的 那这样子有没有搞清楚呢 还有哪些比较容易犯错的英文 你觉得会比较常见呢? 那也欢迎大家在下面的留言区留言 小英语会不定期的去做更新 希望大家一定要订阅 或是关注我的频道 我是Kevin 这里是IT英文教室 Cat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